各位朋友,中国科技界又取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 中国的这些科学家们可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量子计算机时代 可是我看完这条新闻之后,我是五味杂陈吧 我个人感觉是福是祸还真不好说 我们先看看中国的科学家是发现了什么重大的突破 中国科学院在5月6号的时候 在北京举行了专题的新闻发布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研团队 中科大是国防妻子吧 基于中国科学家自主研发并命名的一种 新型的超导量子比特 实现了光子间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 并进一步的在此系统中构建出作用于光子的等效磁场 以及构造人工规范场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光子的分数量子的反常霍尔泰 那么说,你说的这些字啊,我全都认识 可是你把它凑到一块儿说出来,我怎么就迷糊了呢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这么一个领域 那这个领域呢,研究的是什么呀 研究的是量子态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量子呢 就是有一些不可测 一些理论了,对不对 就是说有的产生这个量子的纠缠以后 可以跨越时空来互相传递信息 比如说什么量子通讯呀,无法破解呀 但是呢,咱们有一说一啊 所谓的量子通讯 现在来讲呢,那个都没有进入实用状态 仅仅是一个前沿的研究 你甭管拿多少科研经费 弄出来的那个量子通讯系统 这个也不是真正的通讯 大伙不是真正的实时通讯 大伙明白这一点就好啊 那那位说这次研究的 潘建伟领导的研究的这个 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呢 这项量子物理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成果 是第二次量子革命的重要内容 有望在近期应用于模拟经典计算 困难的量子系统 并达到量子计算的优越性 该研究的论文由中国科大的 潘建伟院士和陆朝阳 这个陈明成教授共同完成 近日呢 以长论文的形式在国际著名的期刊 科学上发表了 大伙听到这儿就明白了 这是一个构建量子计算机的基础理论 论文的共同的通讯作者陆朝阳教授 他在发布会上介绍说 此前呢 国际上虽然开展了一些合成的拓扑物态 研究拓扑性质的量子模拟的工作 但是由于以往的系统中呢 偶合形成和非线性强度的限制 学界一直未能在二维的经格中 为光子构建人工规范厂 为了解决这一重大挑战呢 中国科大的科研团队在国际上自主研发 并命名了一种新型的超导量子比特 等离子体的药签模型 它打破了目前主要的传输子型量子比特 相干间与非减斜性之间的制约 用更高的非减斜性提高了光子间更强的排斥作用 科研团队呢 进一步通过交流偶合的方式呢 构建出作用于光子的等效磁场 使着光子绕经格的流动 可积累贝拉相位 贝里相位解决了实现光子分数量子 反常霍尔效应的两个关键的难题 同时这样的人造系统具有可寻止 单点位独立控制和读取 这是重点了啊 以及可编程的强优势 在本次研究中相关光子量子的实验观测和操控 提供了新的手段 在研究中中国科大的团队观测到分数量子的霍尔泰 具有拓普关联的性质 验证了该系统的分数霍尔电导 同时呢 他们引入了局域市场的方法 跟踪准粒子的产生过程 证实准粒子的不可压缩性 那位说你说了大半天 到底是啥意思啊 核心的意思就在于 他们发现了光子之间的非线性联系 大家都是光 它是沿直线行进的 对吧 一个光子和一个光子 只能是通过这种直线的交换信息 对吧 但是呢 他们的团队构建了一个光子厂 让光子和光子之间 非线性的网络连接起来了 而且可寻止可编程 意思就是突破了量子计算机 最基础的那个理论 那我明白这意思了吗 就是在二维的经格中 它也可以构建量子计算的体系 那就是科幻电影里面的那个超人 用一个那个经格棒 那里边就可以储存无数的 他家乡的信息和科技 大伙明白这意思了吗 量子计算机 科幻时代 最基础的理论 他们给找到了 那你想想在一个光晶体中 那可以储存和计算多少的东西啊 说这个 潘建伟院士指出 这次的研究的核心成果 就是利用自抵而上的量子模拟方法 进行量子物态和量子计算研究 取得的重要进展 传统的量子霍尔效应的实验 采用的是自顶而下的方式 即在特定材料的基础上 利用该材料已有的结构和性质 实现制备量子霍尔泰 通常的情况下 需要极低温的环境 极高的二维材料的纯净度和极强的磁场 对实验要求较为苛刻 此外呢 传统的自顶而下的方法 难以对系统微观量子态 进行单点位的独立的操控和测量 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其在量子信息科学中的应用 与之相对应 本次的研究提出的人工搭建的量子系统 结构清晰 灵活 可控 是一种自抵而上的研究 复杂的量子物态的新规范 其优势包括没有额外的磁场 通过变换偶合形式 即可构造出等效的人工规范场 通过对系统高精度的可寻止的操控 可实现对高精度的量子系统的 微观性质的全面测量 并加以进一步可控的应用 这类技术被称为量子模拟 是第二次量子革命的重要内容 有望在近期用于模拟经典计算 困难的量子系统 并达到量子计算的优越性 针对自顶而下和自顶而上 陆朝阳教授说 如果构建房屋打比方的话 前者类似于在原有的山丘上 从上往下塑造 环境受限制较多 后者类似采购建材 在空地建房 比较自主可控 关于中国的量子计算方面的 重大的发现 同行 国际的专家 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评价 科学杂志的审稿人员评价为 这项工作是利用相互的光子 进行量子模拟的重大进展 有潜力为实现 非阿贝尔托普泰开拓一条新的途径 诺贝尔物理学的物理奖的得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弗朗克表示 这种自抵而上的 用人造原子构建哈密顿量的这么个途径 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想法 令人印象深刻的实验 为基于任意 就是他基于任意子的量子信息的处理 迈出的重要一步 原来呢 完全是理论 现在呢 中国人把它变成了现实 沃尔夫物理学奖的获得者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教授 比特指出 这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是一项 杰出的成就 实现这样的目标 是多年来全球顶级实验室 竞争量子模拟的圣杯之一 在量子设备上高精度的产生 如此高度纠缠的量子态 为研究奇异量子态开启了大门 为实现构建新型的容错量子计算机 这一长期梦想的起点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徐晓冬认为 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是创造了一个 可以精确调控的量子模拟平台去实现 不需要外加磁场的分数的量子霍尔泰 可以为凝聚态物理的前沿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个大伙听到了吗 这是获得了国际上的顶尖的这个领域的科学家们的认同 说到底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感觉喜忧参半呢 是这样 人类的科技的发展呢 其实是一个双刃剑 对吧 科技的发展越来越这个可以说是突破了模拟态 或者说是混沌态的这个计算 本来这种东西是人大脑独有的 所谓的人的大脑他的信息处理 那就是一个量子态混沌态这么一个系统 现在的计算机完全模拟不了人大脑的思考和做出直觉反应的这个过程 大伙知道这现在是个常识是吧 那么中国人把这个量子计算的基础理论给突破了以后 大家就想一想了 量子计算机迅速的就会迭代发明出来 那可能就一个这个经格 一个经棒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 就能够像人脑一样进行这种混沌态的模拟态的这种思考和计算 那么人工智能才真正的成为了现实 计算速度比人脑快无数倍的 AI的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也会由此可能迅速的出现 这对人类真的是一个好事吗 各位当量子计算机它的计算能力超过人脑的无数倍的时候 它产生了自主意识的时候 人类在这些高度发达的量子人工智能面前就变成了虫子 对吧 当比你要强大无数倍的这种文明的 不能说是文明了 它不见得是文明 对吧 这种无数的这种AI人工智能生命出现的时候 还会受到道德的约束吗 就像你会在意一个智力比你低下无数倍的一个虫子的蚂蚁的想法吗 一个人类的小孩都可以拿一壶开水去浇个蚂蚁窝 是吧 真的出现这种高度发达的量子态的AI人工智能生命的时候 那是不是它的发明者人类的末日了呢 所以我的担忧各位你们认为是有道理的吧 两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